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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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今年有很多工作 我们需要多沟通才能够顺利的完成 包括要在国门广场新建一座摩天轮来吸引国际观光人潮 这是过去以来很多国际海港城市都有的一个标准配备 那我相信基隆市也要努力来完成 那我们会多跟市民跟社团沟通 让他们多了解有一座摩天轮对于基隆市的观光兼国际人潮 以及邮轮要停留的时候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休息 是一件正面有助益的事情 新春团败中 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 一一发送开工红包给参与的市府同仁 勉励大家共同攜手努力 为基隆市民建构一个更好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美丽的主持人带领下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和副议长杨秀玉 陪同市议员们 以及带领市政府团队前来参加市议会团败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副市长邱佩玲等人 一起大跳动感又喜气的团败舞 瞬间就拉近府会之间所有人的感情 2月15号是上班开工日 基隆市议会举行新春团败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代表基隆市议会表示 2024是基隆建市百年 期许新的一年不分党派共同努力 携手合作繁荣进步基隆 2024年是基隆市刚好见识 一百周年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赖无数先进 过去累积无数的智慧 打造一个坚固的地级 在这份城市的光荣和骄傲上 我想我们走过了一个世纪 我们在场所有的民意代表 行政首长还有公务人员的伙伴们 我们都应该继续秉持谦卑 然后秉持了这份得来不易的果实 不管透过合作沟通还是团结 都希望是以民为本 归基隆好不分立场 大家好不好 好 传递民意 还有传递市民的需求 是市议会最作为民意机关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我们这届市府跟市议会 都刚好就认满一周年 我们有许多新的市府 也有许多新的政策 我想也广泛的引起市民的讨论 我们有赖于接下来在议市运作议会的过程中 大家共同来沟通讨论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更清楚 我们市政府推动的方向 我们不能忽视市民的声音 基隆市议会也更应该是市民传递声音的平台 我想我们今年龙年的意象 就是团结一新的意象 年前选举的分老 我想已经过去 不分党派在新的一年 共同来努力 尤其我们基隆 尤其我们今年 不管中央地方都没有在选举 我想大家秉持着 都是基隆人 为基隆好 大家都有共同的友谊 尤其我们基隆人 大家是非常重视人情味 人脉的连结 同学 家人 亲戚朋友 大家都聚在一起 我想我们 不管未来怎么样 我们不分党派 大家共同来努力 为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大家一起做对基隆市的贡献 我想是市民朋友 对我们在场 所有不管市政府官员 市议会的同仁 市议会的伙伴们 大家在市民对我们的期待 期待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再接再厉 攜手合作 共同致力于基隆市的繁荣 与进步 让我们共同情绪 基隆市更加美好 团结一心 更加繁荣 和谐 美好的基隆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代表市政府团队表示 希望在市议会民意监督下 努力沟通 做好市政建设 就如同这个议长刚刚所说的 这是一个新的一年 那未来我们也会在议会的编辑之下 做好我们各项的工作 那我们非常注重议会 给我们的一个任何的讯息 跟任何的想法 我们也会就是在议会的督导之下 在民意的监督之下 来努力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那不可会言 我们的确有一些工作内容 跟过去往常的市政建设 比较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努力做好我们的沟通 那我们看到这么年轻的议长 这么开明的政策 而且又是未来我们即将就任总统的 这个紧密的这个伙伴 跟这个亲戚家人 我们相信在议会的指导之下 基隆市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跟议长一样都想把最好的给基隆市民 只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来完成它 再次的谢谢议长的邀请 让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拜个年 也希望我们团队大家一起努力 做给我们议会的各位先进议员 长官来看 让他们了解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议长同志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以及市长谢国良和副市长邱佩玲 分别带领市议会议员们和市政府团队 高喊辅会和谐共创未来后 议长同志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以及市议员们 现场分别发送议员红包给与会的来宾们 祝福大家金融年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一切顺心如意 记者郭俊松 基隆报导 此乡参拜至正匾额发送议员红包 春节假期内政部长刘昌多次回到故乡基隆走村拜庙 并发送内政部印制的议员府带 祝福市民朋友们农年都能农腾胡笑步步高声 其中八斗子地区现场中心万安堂 跟邀请刘昌正匾临遭逝害 廖方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来正义匾额 希望也能够让大家对这个地方更有一些相信力 然后也希望说神灵能够更加的发威 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民众大家来造福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 然后对所有的一个宗教的信仰来给予认识跟支持 为了使第一线消防人员在火场等资讯不明的 救灾现场能善用科技降低救灾风险 2月15号春节连续假期结束后上班首日 内政部长刘昌在行政院会提出 充实各县市消防机关科技化救灾 用无人载具装备协助计划 113年将编列6.6亿经费 协助22个县市消防单位 添购88台红外线热显向无人机 及88台救灾机器人 确保消防人员安全 刘昌补充表示 行政院也核定建构国家安全化学与韧性永续计划 114年起将编列4.6亿 协助地方添购72台红外线热显向无人机 及33台救灾机器人 届时全国将有红外线热显向无人机 421台及救灾机器人155台 希望用科技改变救灾模式 逐步打造救灾机器人车队 提升救灾能力 也能更全面守护消防人员安全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从简易的飞行原理出发 加入民航法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 国中学生无人机营队在基隆商工展开 借由模拟器进行无人机操作 并实际动手制作实体机 还有操控四旋翼机在户外试飞 最后进行室内的无人机穿越比赛 兼顾现场教学的安全性 原想飞的孩子一个飞行梦 那个模拟器的部分 然后还有四飞的部分 跟这个参与的活动 正兵国中校长要感谢机商的跨域合作 甚至能派出学生参加台北市办理的 全国无人机竞赛 正兵国中我们一开始是成立遥控车社团 那在后来在基隆商工航电科的协助之下 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的部分 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变得更高 而且他们的面向更广 那我想这是一个跨阶层合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民阵处长张云祥也特别到场 观看孩子们的比赛 我相信在基隆这个地方 我们有三海景 未来我们更多的学校学生 来透过跟基隆商工的合作 来学习到空拍机的技巧 对基隆市风景的采集上面 都有很多的需求跟帮助 基隆商工以微型化的无人机 进行教学大幅降低成本 也兼顾事法性与安全性 让孩子的飞行梦可以实现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经常爬山运动的山友 会同郑文亭议员跟陈怡议员 爬上红诞山的登山步道进行会刊 山友看到有些树木被直接剧断 感到不舍 希望透过议员的关心跟呼吁 能够进一步改善 一起来保护红诞山的生态 感谢你们的关心 像这样的事是不对的 草已经草了也没办法 以后就是不要再这样做 谢谢 我们这里每天都很多山友来这里 在台北很多人来 台北很多人来这里 爬山 先来我们这条路走起来 我们这里的这个地色是怎样 空气很好 里面都森林 都没有那个污层 没有那个污涼 空气很好的就对了 里面也不用走去拍到里面 路也好走吗 很好走 有时候完走这条路还好走 走走很健康的吗 有很健康的 你都怎么来走 譬如说一星期来走几次 一星期七百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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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保护红要6万 不正拜托 不要这样做 做 做成你的困难 台电的困难 议员也要麻烦议员来这里 很多人都往我们保护 所以山友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保护山林的一件事情 他们是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台电公司到现场来看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来砍树 那当然包商的意思是说 因为树长在颇砍下 他们要修剪 修剪不到 而且这个树枝已经到了这一个会影响到电线的这一个程度 所以他们直接把它砍掉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很恰当 应该还是从树枝方面去想办法把它做一个修剪 而不是从树干直接就把它砍断 那这样子对树木的生长绝对会有影响 那对这个水土的保持也会有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也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山友们非常关心这样一件事情 改成电纜 跟制空电纜 以后就没有 有多少位了 有啦 用制空电纜来做 以后就不用准备我的这部分 用这来改善好不好 那台电这边也有承诺 就是说他们会把现在的这种电线 改成架高电纜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他们同意在六月底以前完成规划设计 并且施工完成 红旦山是基隆的宝贝 空气清新 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来这边登山践行 也是基隆的另外一个名片与门面 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 享受好山好水好空气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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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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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